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种人哪 一根筋 只能用以死 他进去他出来 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这表哥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软 能成大事吗 赵世民这小子没死 这就是你每天死一白泪追着要看的那戏啊 就这男的一天到晚就这么 有手好闲 无所事事 这女的就死一白泪 非要碍着她 为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吗 我给你有代高 说了你也不懂 这男的多帅呀 这不就是一二溜子吗 这不就是 每天大街上多的是 这帅呀 那是你不懂欣赏 怎么欣赏啊 就这 就怎么欣赏啊 就是 你看 你看 他背后刚才那男的 那男的刚才穿的这个蓝衣服 现在怎么又换成黑的了 他手里的东西刚才就根本没有东西啊 不就是一电视剧吗 能不能认真干吗呀 你快破上案了 就是 这不就是粗质滥造吗 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 这不就是 这 这不就是标准脑残剧吗 你就天天看这个 你 怪不得你没心思学习呢 你早晚把自己脑子看坏了 这 我现在也轻易了 啥呀 这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不舒服啊 亨涛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要不是因为我弟弟这档的事 你也不会被停职的 这不挺好吗 我还能休息几天 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之前我一直在怪你 为什么帮帮我弟弟 可现在看来 他之所以有今天 是我这个姐姐不好 是我的责任 是我没有好好管教的 你也别这么想 他是个成年人 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这事 对他来说也未见得是坏事 对我来说 不也挺好吗 等天天在家待着 你们 都不能回家 我心里特别难过 特别生气 特别特别烦 特别烦 你 我的那些姐妹们 每天跟自己的老公 逛上场 看电影 喝咖啡 吃饭 我跟他们比起来 我姐的 我 我姐这就不是一个女人 好了 好了 我 我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待命 我陪着你去 去逛商场 喝咖啡 去吃饭 看电影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龙涛 当时我嫁给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是警察 我就是喜欢看你 当警察的样子 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 这几天你停滞在家里 我看着你的样子 其实 其实我的心里也特别难过 你知道吗 虽然咱们是 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了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 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都是我不好的东西 陆云 这话应该我说 我欠你的 我欠这个家 从结婚开始 你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分担 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分担 有时候我特别想停下来 让你别那么辛苦 可我的工作不能选择 我特别感谢你能支持我 有时候我才想 我能娶到一个 怎么善解人意 同情达理 莫美如花的老婆 是老天眷顾我 你放心 只要有你在 多大的困难 我都能扛过去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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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您见会儿吧 我们来吧 换水是吧 我来我来我来 您坐 您坐 好好好 还行吗 我去了 您就吃点吧 这个粥有营养 有助于你恢复身体 来 吃点吧 吃月宵了 吃饭你怎么来了 这两天我都在 赵果定受伤哪儿嘛 那是怎么样 转到普通病房 医生说好多了 你这个吃东西怎么样 最近 越带越别扭 我准备下礼拜出院 你得了吧你 我听杜萍说 你这现在情况 还挺复杂的 你得留着观察一段 你别不当回事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干咱们警察的 鸡一顿保一顿 哪个没有胃病 说正经的事啊 抽空啊 你帮我去看看老金 老金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我这几天没见着啊 心里还真有些担心 他那孩子五岁就丢了 媳妇也急死了 他工作辞了 天天等到咱们 公安局门口等消息 我每次见着老金 我心里都难受 老金呢 我们肯定不会不管 每回我看他在门口 我这心里也难过 我这辈子一定要帮他找他孩子 谢谢啊 来 趁热先吃饱 你吃了没有 你这两天想吃什么啊 你说一声 好 就喝重定喝 你别去 回头又报人医院 火势不好 非往外跑 师兄 现在只有你能听我说说话了 龙宝君前段时间又回东州了 可惜我没有亲手抓住他 我一直没有把事情告诉小鲁 我不想让他生活在仇恨中 他现在很阳光 很像您当年 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保护他 陆陆也开高考 这孩子成绩一直不稳定 没少让我费心 老谢最近身体不太好 他这个倔脾气 没人劝得了他 真希望他早点好起来 今天跟你说的话有点多 好不容易来一次 就听我唠叨几句吧 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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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床的病人呢 我们也在找他呢 你联系上病人 让他赶紧回来 现在这个情况不能出院 好 麻烦你了 您别客气 谢队 你在哪呢 水没远的 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能出院 你怎么不说医生就走了呢 我说了你能让我出来吗 放心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晨 没别的事吧 没别的事话呢 一会儿面对我 不是 谢队 你听我说 你现在 把我说了 你帮你帮我 我说你先从来 这本来是过了 你是什么 你曾经 差异了 你 但我算你 不是 我说 这医院都像你这儿了 你这才住几天呢 行吗 这不挺好的吗 别硬撑着 没问题 我回来先跟您报个档 一会儿回清晓班去 清晓班任务太重 我在医院待着不踏实 老谢 你惦记工作我能理解 可是咱们要是没个好身体 这 我知道 洪涛的事我听说了 是不是处理得有点过呀 不能因为一段 没头没尾的视频 就让他停职了 是不是欠妥当啊 我跟吴局商量过 也没说停职 就是 让他先回家 把家里情况处理好 另外 也别让这受害者 越闹越大 这影响也不好 老冯的人品那是没得说 放心 这事很快就能查清楚 好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洪涛皮鸡价 尽快解决 别让他憋屈久了 我问你 那 小技是不是一直跟进 郑辉那案子 是 查封了几个贩卖假药的门店 但是这案子疑点比较多 你认识郑辉啊 认识 认识 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我们那时候一块儿在红极村查队 郑辉这个人 有些善于头脑 会打小算本 可郑辉这人胆子小啊 贩卖假药 还能把规模做得这么大 这不会像是他一个人能干得了的 三年了 这人查无音讯 这不太正常吧 要不咱们好好找找 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好 我来办 我们双方进过协商 他们同意私了 补偿金额也订好了 我也是 实在没辙才来麻烦你 真是不好意思 邯哥 这钱呢 我已经备好了 都在这里边 不知道够不够 够 够 这是借条 你先收着 邯哥 你要是给我打这借条可得见买了 我能死里讨证 全是因为你帮助我吧 这是个原则问题 这借条你要不收着 钱我也不敢打 行 那我先收下 以后的钱你要不够再跟我说 行 这事 你就别告杜萍了 你先别跟沈彦说 行 你放心吧 你可帮我大忙了 谢谢了 要说谢谢 还得说我谢谢你 哎 你跟沈彦现在怎么样还挺好的 怎么说呢 慢慢来吧 他毕竟有些心结 我呢 对他要加倍努力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哎 对了 风哥 那网上的事 闹那么热闹 会不会影响到你啊 多少受点影响 不过我相信 早晚能还我一个公道 眼下我就踏踏实实的 先把杜萍的这事处理完 不管怎么样 你的事呢 我一定站在你那边 有些什么事呢 你跟我说 我不会退资的 来 多谢 多谢 好 好 天天陪你 每天晚上也在那边 怎么回事呢 来 等会儿 来 等会儿 来 等会儿 就给你买点水果 好 好 好 来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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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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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晓晓 姐 我给你带了一些衣服来 妈妈知道了吧 他们想来看你 我没让 他们年龄大了 如果到这儿来看见你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 他们会受不了的 姐 她对不起爸妈 晓晓 这些年你在我身边 我也一直拿你当个孩子 即便是工作了 也觉得你还没长大 什么事都宠着你 让着你 结果现在 晓晓 我这个当姐的不好 没把你管得好 姐对不起你 姐 别这么说 是我自己犯的错 我就应该承担 在这儿这些天 我想了挺多的 从上学到工作 从上学到工作 你和爸妈帮我把一切都想到了 我反而觉得那就是我应该过的人生 那其实不是 有些东西太容易得到了 却不知道珍惜 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你是我姐 你是我姐 你对我好 我以前总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 考虑过爸妈的感受 我真是太浑了 我真是太浑了 博姐 你不用担心 在这儿 虽然没有外面自由 但是我终于有时间 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 想想想我以前做过的 想想我以前走过的路 我真的不想要 不想再有这样的生活了 等我出去 等我出去以后 我不会去 去跟上者道歉 求他们原谅我 还有你们签的签 我也会努力工作把它还任 我起码还是个男人 这些责任应该我自己承担 姐 你放心 对 回去你跟姐夫说一声 我对不起她的 我对不起她的 她跟我说的我也明白 她跟我说的我也明白 能帮我的 只有我自己 晓晓 别哭了 你在这儿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 你放心 有什么事儿 就跟警察说 我们等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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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别来单位找我 天啊 超骨头不大 快开这车 我是刚应酬完 路过这儿 顺道来看看你 你这丫头怎么了 见你爸爸跟见贼似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想人前人后 叫我富二代 以前上学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我只想让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我走到今天 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太辛苦 你知道 你明明可以住在家里边 你偏要住在宿舍 你明明可以在爸爸的公司里边 摸个不错的职务 你偏偏要到警队来上班 我跟你妈妈 心疼你 你知道吗 秦秦你应该知道 早晚有一天 爸爸拥有的资产都是你的 你都会继承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继承过家里的任何财产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富有的 家庭 我已经享受了别人没有享受过的东西 所以我长大了 我想实现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我想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而不是靠您靠我妈 靠家里的关系 我不想做继承虫 我真的很爱警察这个职业 这不仅是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荣耀 每当破获一个案件 将罪犯进纳归案的时候 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爸 我真的希望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能尊重我的选择 菁姐 菁姐 ytt 露补 露联分好几种 最近有没有来个老头,瘦瘦的,脸黄黄的,看着特别脏那种,头发很乱 他就在那边呢,到那边看看去吧 谁啊?大军哥 你怎么来了? 我刚过来 我刚出来两天,您就找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吗? 正以为你出来,我才来找你 怎么着?以后怎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的?一个粗人,跟着大军哥您干呗 好,你还记得那个赵世民吗? 赵世民这个王八蛋,我当然记着了,害得我们伤了人,又进了耗子里面 好,你跟着我干,我保证你能玩死他 行,没问题 你先拿着 这是干嘛,大军哥 你先拿着用 拿着,我走了,等我消息 来 大军哥 谢谢啊 你怎么回事啊?跟你说多少回来一定要注意一些 现在伤口又严重了,不行,你得出去治疗才行 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 像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啊? 我会出说对我,我需要啊 你又会感觉到你啊? 我学习的时候,他喜欢啊 你需要十分之后 我会你带上来 我会带上去 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是给你带上来 他喝点了 你一会多的地方 你人家的话 不过 我自己带上去 你 我会 bour合 你 多多 没想到吧 我来接你来吧 这这 我跟这怎么了 发财了 发什么财呀 都收上朋友关照的 今天哥带你去洗个澡 享受点儿弄 我自己安顿安顿嘛 等我安顿好了 回头我和你联系 安顿什么呀 我就是来安顿你来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走吧 听你了 洗完澡以后 哥带你去个地方享受一下 你去了吧 不要 干嘛不去 在里面遭那么多罪 该享受就享受 我听你了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嘛 我保护你啊 兄弟 条件有点差 委屈点啊 很快我们就会好起来的 没事 没事 这挺好的嘛 挺拉静的 怎么也比里边强啊 那行 我们在这休息而已 隔去办点事 进一台电烂厨了 行 没事 你忙你的 这是我兄弟啊 把都给我照顾好了 不在此 一定都没有那么好 记住没有 记住了啊 照顾好 你去哪儿了 我能去干嘛呀 给我师父找证据去 找着个网络熟人 找到了此人 此人网名叫做 浮华乱世 真名叫做王世华 是个网络编辑 他发这视频 不过就是为了 博得点击率 我告诉你啊 我俩那可是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一痛子软磨印泡 才把那完整视频拿回来 已经向海队汇报了 来 看看 你呀 冷静些啊 别太生气了 有话您慢慢说 慢慢说 我外甥在里头生死未博 我冷静得下来啊我 我还告诉你 我外甥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 我腰你 腿你腿 不是 你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谁呀你 干什么呀 我查一下 有理说理啊 都别这动手动脚的 哎呦 打人了 你干嘛打人啊你 我已经知道是打人了 救命快起来 开车撞人是我们部队 有理也别在这儿胡搅蛮缠 谁胡搅蛮缠了 妈 这是医院 又有人在做手术的 原来这么回事 要割我以前的暴脾气 欺负女人 绝对打得她满地找牙 我现在就去拿给舞剧看 呦呦呦呦呦 您在干嘛呢 这擦得也太干净了吧 这上班了 能帮你干多干点 别踩 别踩 我想想啊 你上次擦地到现在 对 去年的秋天 快一年了您擦一次地 真是不容易啊 差不多得了啊 真是 这我干的是少 不过你放心 从下礼拜开始啊 我听你说 从下礼拜开始 每周一大擦 每两天一小擦 可我就是没见过你擦 我什么都不说了 您就看我的行动吧 你摆个姿势来 我要把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给你照下来 怎么着 它拍下来了 太不容易了 回来给录录看了 来来来来 冯涛同志在擦地 怎么样 拍一杯 拍一杯 啊 来 冯涛同志在 在擦汗 有点累吗 冯涛同志在检查地板 有没有擦干净 冯涛 怎么不拍了 不拍了 不拍了 什么情况 怎么又轻软多余了 不想拍了呗 为什么呀 我真应该谢谢你们无拘 给你放了这几天假 我每天下班回来 能看见你啊 特别开心 其实做不做饭 干不干活真是无所谓的 我走进家门的时候 能看见你在这个家里 我就觉得 特别特别地温暖 老天爷 能不这么煽情吗 你说的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您这么支持我工作 回头我跟吴局说一声 给您发个大奖状 谁要您的奖状 谁要您的奖状 真想让你在家再多歇几天 不看你这无机六寿的样子 你还是赶快上班吧 我哪有啊 这几天我不一直都是阳光灿烂的正能量形象吗 好了好了 你别闹了 你马上就要上班了 我再多嘱咐你两句 一定一定注意安全 不要受伤 时刻记着 家里还有俩人等着呢 还有 一礼拜一大扫 两天一小擦 是吧 得 我火上顿着排骨呢 我去看一眼 我去看一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怎么走 不需要 你不是我女朋友吗 送你离所当然的 谁是你女朋友了 在我家的时候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得对我负责任 我告诉你 你可别反悔 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 劝你的 是你让我帮你的 少让我便宜 我当时让你随机应变 你明明看着那个菲菲 是喜欢我的 你当时啊 就应该成人之美 谁 谁让你把我给搅黄了 这责任你得付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去去去 找你的菲菲去 走走走 来 我好想要你把我给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